歡迎來到陳老師古典吉他 我是陳老師 大家都知道IM交替是吉他中常用的指法 但IM交替竟然也有分好彈的順向跟不好彈的逆向 而且還會影響到指法的開頭要使用I子或是M子 又要如何在不改動音的前提下避開逆向的指法 這次的教學影片不常思 一樣以新手的角度切入 搭配簡單的快樂頌為普例 一次通通分享給大家 在古典吉他的右手指法標示中 I是十指 M是中指 藉由I跟M的交替彈奏 可以更輕鬆地彈出較快的速度 像這樣 甚至還可以加入A子彈出更極限的速度 就算不需要彈很快 我們依然可以使用IM交替 來獲得更輕鬆的波弦手感 並讓手指有更充分的休息時間 但這時候也要考量到 IM兩根手指能不能發出一致的 音量、音色以及發聲法 還有是否會產生過多的逆向之法 舉例來說 當我們依序彈第二弦與第一弦時 如果分別使用IM來彈就會比較好彈 這時的韻子就是順向 反之如果以MI來彈 就會變成手感較不順的逆向了 有了順向與逆向的觀念後 只要依照IM輪流使用的規律反推回去 就可以得知每次起頭的手指要使用I指或M指囉 到這邊我們做個簡單的整理 首先順向與逆向只會出現在跨弦時 如果彈的音都是同一弦則無順逆之分 其次如果想讓指法一直維持順向的話 只要依照如下規律運指即可 當跨弦方向是由低音弦到高音弦時 例如3到2弦或2到1弦 就使用IM來彈 如果跨弦方向是高音弦到低音弦 例如2到3弦或1到2弦 就使用MI來彈 如此一來就能更順暢的運指囉 雖然順向彈奏聽起來很美好 但現實往往是殘酷的 實際彈奏時一定會遇到 非得使用逆向執法的情況 一起來看快樂頌的這四個音 我們發現在ray到me時出現了跨弦 根據前面的論述 我們應該用順向的IM來彈奏 所以整個小節的理想執法應該會長這樣 但如果很不幸的 你因為前一個小節執法的緣故 或是因為不明原因 而突然非常想用M指開始彈的話 你就會遇到逆向的執法 以下分享一些方法 讓你可以在不改變樂譜上的音 以及起頭手指的前提下 將逆向變為順向 首先是利用圓滑奏 也就是垂音或勾音 由於圓滑奏是以左手將音彈出 所以右手可以少彈一次 並趁這個機會重新安排順向的執法 其次是在IM的運指中 加入A指甚至是P指 重新改變運指規律 或者也可以將同一個音 改到不同弦上彈奏 例如這裡我們將 逆移到第二弦的第五格來彈 也能有效避開逆向執法 然而逆向執法一定要避開嗎?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執法是為音樂服務 我們不能只為了執法好彈 而影響到音樂的表現 剛剛提到的幾種轉逆為順的方式 都可能會影響到音色 甚至是節奏的輕重 以快樂頌來說 我個人不會想在該處加入圓滑奏 而把一個開放弦的音 移到不同弦的更高情格來彈 也可能會對新手造成更大的負擔 所以上述的方法並非不能用 只是必須在不影響音樂表現的前提下 斟酌使用 換言之 逆向執法是我們一定要面對的課題 如果能夠充分練習逆向執法 一定能夠對我們的演奏技巧有所提升 看到這裡可能會有人覺得 既然逆向執法不能完全避免 而且又一定要練 那我就不要管順向跟逆向隨便彈就好了 練個琴還要想這麼多不是很累嗎? 但事實正好相反 魔鬼就藏在這樣的細節中 逆向執法會增加彈奏的失誤率 過多的失誤則會形成手指記憶 到時候要修正執法會相當困難 反而要花更多的時間和心理 良好的執法觀念不只可以讓你在遇到短短的幾個音時 迅速歸納出最不容易失誤 而且談起來最輕鬆的執法 在面對一長串的快速音階時 也能比較不同的執法安排 並找出逆向執法最少者而加以採用 所以如果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上述的影片重點 那就是安排順向執法之餘 不忘練習逆向執法 最後這次的學習目標還是很簡單 只要將注意力放在右手 確實地做到IM交替 並充分意識到自己當下用的是I子或M子即可 熟練後也可以試著分辨 每一處跨弦的執法是順向或逆向 並感受一下他們談起來有什麼不同喔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彈快樂聳 在那間聖層可以跟前景的歌 連繞到很多人在聖層的歌 imentos有很多歌 而入口中可以看好 另一個字幕在比探風 是大聖層的歌 他們會提供性的歌 最終有兩版的歌 但是這是來自觸角的歌